加拿大的华人亲人美 你美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 鲍鲍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2年9月15号 星期四 奴隶8月20 今天的主要能流有 加拿大人3分之2已经感染新冠 结束新冠胜利在往 致敬英国女王 威斯省19日为公众假期 约克区药房遭吃香抢劫 机场通关新应用程序 威斯省楼市8月成年量大跌 加拿大医院创位不足 下面看一下具体例 加拿大人3分之2已经感染新冠 自从奥密克充变种 及其高度传染性的亚变种 今年引发的巨大的感染浪潮 估计3分之2的加拿大人 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虽然逐渐看到数工 但专家认为疫苗保护仍是关键 悲斯省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和悲斯省的团队发现 截至4月 几乎有一半的人 之前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数据表明 这一数字在春季和夏季继续飙升 到8月超过60%的总人口 已经有感染抗体 被适生 罗续卫生官亨利医生表示 这确实向我们展示了 我看到的变化 尤其是当奥密克充出现时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人们可能在接种疫苗的基础上 遇到感染 这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潜在免疫力 亲密为止 感染率最高的是19岁以下的人 至少70%至80%的年轻人 显示出先前感染的证据 成年人的新冠病毒感染率 也有所增加 在20-59岁的人群中 至少有60%至70%的人 现在显示出以前感染过的证据 而60岁以上的加大的人中 约有40%的人出现了感染迹象 被适生疾控管理中心的流行病 则人说 我们观察到的是 儿童似乎是感染最多 接种疫苗最少的人 而老年人是接种疫苗最多 感染最少的人 卫生省的数据研究 与联邦政府的新冠病毒工作组的三国数据 文和联邦数据表明 截止到7月 全国近60%的加拿大人都曾感染过 加拿大学业服务中心的检测数据 显示7月份现学的3万多名加拿大人 新冠病毒感染率有所增加 所有年龄组的感染率从50% 越生至54% 在较轻的年龄组中 这一比例也高得多 特别是在那些17至24岁的人院中 他们的现象感染率超过71% 领导全国性研究的奈乐说 这是好消息 也是坏消息 好处是疫苗和过去的感染 会产生很多免疫力 随着上班上课逐渐 回到正常的实体环境中 可以预见病毒传播会扩大 但越多人感染 也让这种混合的免疫力继续提升 重要的是 目前大多数感染是轻微的 许多人可以在几天后自行康复 结束新冠胜利在往 随着全球单周新冠死亡的人数 达到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 坦德塞周三表示 新冠疫情结束胜利在往 他强调各国政府 仍必须采取更多行动 直到完成抗议斗争 坦德塞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世界还没有到战胜疫情那一步 但我们可以看到终点线 在截至9月5日的一周 全球报告有11118人死于新冠 这是自2020年3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数字 感染新冠人数 最近几周持续下降 坦德塞在发布会上表示 世界在接触疫情方面 处于前所未有的有利地位 他敦走各国政府 现在就抓住这个机会 保则就会面临更多变种 更多死亡 更多亏乱和更多不确定现在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发布政策制造 其中包括各国政府 必须采取的关键行动 并总结了近三年疫情中的经验 为各国领党人确保医护人员和老年人等最高危险的人群 达到百分之百的疫苗接种水平 坦德塞说 当终点出现在眼前时 马拉松运动员不会停下来 不用剩下的精力更努力的奔跑 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我们处于有利地位 现在是停下来的最糟糕时刻 最近几周 美国已开始为所有12岁及以上的人群 接种更新版的加强剂 以避免冬季再出现疫情激增 目前美国约67%的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但只有35%的5岁及以上的儿童接种了加强剂 致敬英国女王 为致敬去世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TTC宣布 将在下周一19日下午暂停所有服务96秒时间 TTC表示 下周一一点钟 所有地铁线路 公交 参加的接拨车 都将暂停服务运作96秒时间 一表达对女王的敬意 所有地铁列车都将停靠在站台 公车和交播车司机会在临近1点时 把车辆停在过境车站直到默埃接受 残疾人接拨车也会先停到安全的地点 TTC表示 届时 所有地铁站台的广播和社交媒体信息的发布都会被暂停 这个时间 郑神女王在英国伦敦举办葬礼的时候 TTC将在停业直径之前和期间通过广播 屏幕信息 社交媒体及网络向乘客发出通知 TTC在通报中写道 停下脚步并驻足默埃 是多伦多市在女王葬礼日这一天 向他致敬的一部分行事 这一天也是加拿大的全国爱道日 卑诗省19日为公众假期 卑诗省宣布9月19日星期一将是公众假期 为何联邦政府认定这一天为 伊丽莎败二世女皇爱道的决定 比锡省内的公立学校 包括大转院校和大多数省营企业将休息一天 虽然省府为强制私营企业休假 但他鼓励私营部门的互助 也让劳工能有一天的假期来纪念女皇礼事 省者豪根周日发表声明说 这个假期将用于纪念加拿大女皇和英国历史上 在位最长的郡主 19日在卑诗省维多利亚市会有纪念活动 早上10点15分 省议会大楼前有哀悼仪式 基督教堂也有哀悼会 省府政要会参加游行 届时也会明放21项礼法 董礼多罗多周日早上宣布 9月19日将是联邦假日 各省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海洋省份决定放假一天 但魁省安一省万省和萨省选择执纪念不放假 纽约克区药房遭持枪抢劫 纽约克区警察目前正在寻找一名持枪抢劫 往事药房的男性嫌疑人 并呼吁目击者提供消息 根据警方发布的公告 这检验件发生在9月12日 星期一下午12点20分 地点为以Rathford和伊兹林地区的一家药房 一名歹徒进入商店后 用手枪威胁验工并缩咬触触药药药 嫌疑人在获得各种毒品后 骑着摩托车逃离现场 员工没有受伤 嫌疑人被描述的白姓男人 身高五尺十寸 威色长发盘成一个发展 机场通关新应用程序 从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 前往美国目的地的旅客 可以使用新款应用程序 避免在机场海关派上队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 移动护照控制应用程序 允许复活条件的旅行者 在路径前提交所有必要的旅行信息 如护照和海关水墨单 使用这款应用程序的旅行者 还可以存储他们的信息 因此在未来的国际旅行中 可以随时获取 这将减少海关的用度 截至8月30日 加拿大皮尔森机场 和蒙特利尔的杜鲁多国际机场旅客 可以在通关前 或者在美国抵达陆地时 使用这款手机应用 据报道只要下载应用程序 不合条件的旅行者 就可以以数字方式 填写他们的护照信息 都填好后 旅行者就可以选择 他们要到达的机场和中单站 拍一张自拍照 并回答一系列的问题 该手机应用程序 也可以在港湖使用 收据是一个加密的二维码 旅行者可以出示会海关人员 进行最后检查 他还销出了海关设计报单 因为旅行者可以在到达海关之前 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回答检查相关的问题 北施省楼市8月承接量大跌 北施省房地产协会公布8月份 楼市数据成交量及销售额 比其去年同期均大跌4成 平均楼价微升1% 大温地区的平均楼价 逼近120万元 有专家指 虽然成交量仍远低正常水平 但楼市已显出稳定机型 根据公布的最新楼市数据 多重方法系统MLS 在上月共有5645个住宅单位成交 比去年同期大减40.8% 住宅平均楼价按年微升2.1% 总销售额按年下跌39.6% 地产协会首席经济市场 全省房屋成交活动仍然低于正常水平 但显示稳定的迹象 虽然房屋库存量比去年增加 但大多数主要城市的活跃挂牌量 在一定程度上停止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因此与去年相比 我们看到了更健康的平均状况 大温地区平均楼价 继续高居全省第一 按年上升1.8% 排名第二的维多利亚 按年即升11.9% 位距第三的飞沙河谷 较去年同期 微跌0.5% 奥尔瑞瓦为楼价上升最高地区 从去年的51.5而远 飙升37.4% 其次是坑提内 增幅达到26.7% 维多利亚则于11.9% 位距第三 无论飞沙河谷内陆和平河 是另一个楼价下跌的地区 从去年8月的32.63万元 急跌14.6% 至于承接量方面 北市省大部分地区 有两层至六层的减幅 唯一出现增幅的是 帕尔瑞瓦地区 达6.1% 加拿大医院床位不足 加拿大医院 因内部没有床位 导致重伤患者 在温尼泊健康科学中心 进鱼路口走廊 等待数小时 有一位老夫人中风 脑部有血 他在走廊里等了几个小时 一位老年男性 摔倒并宽固骨质 他也在走廊里等了几个小时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 温尼泊所有三个 急诊科的患者和工作人员 多次描述了 在紧急情况下 等待达到的患者 需要数小时的时间 长达数天的患者等待时间 由于里面没有床位 12名代价上的人 包括一名脑出血的 中风患者 和一名由直升机运送来的 创伤患者 在南尼托巴省 最大的急诊科的 路口走廊上排起了长队 医生说 健康科学中心的治疗能力不足 已经迫使患者 并且严重到 需要转院等待 长达170个小时 即一个多星期 在急诊病房 等待医院 其他地方的床位开放 这反过来又迫使 甚至严重受伤的患者 在周日晚上 在健康科学中心 进行救护车 下车区和候诊室内 分电台之间的狭窄 穷鞋的通道上 等待数学时 健康科学中心的医生说 周日晚上 没有床位 可供紧急患者 就诊和治疗 他描述了 医院 其他地方 可以用于护理患者的 护士严重短缺 部分原因是缺乏床位 还有手术和创伤床 有些病人 已经等了 170多个小时 健康科学中心的急诊科 需要从医院系统的 其他地方 紧急部署护士 以照顾 内科和外科 病床的病人 整个系统都很紧张 但目前 健康科学中心的急诊科 实际治疗患者的能力为零 麦尼托巴健康中心 证实了 情况在周日最为严重 该省机部表示 虽然在周末 看到了巨大的需求 但他将患者的最急 归咎于 寻求医疗护理的 不寻常数量的 重病或受伤的人 汇率和天气预报 9月15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 528.8元人民币 明天 9月16日的天气预报 沃太华 9度到17度 少云 多伦多 17度到22度 少云 温哥华 10度到18度 雷震雨 魁北克 6度到18度 少云 卡尔加里 8度到22度 少云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中心新闻 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